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还是很像 哈哈哈哈哈哈 سے 哈哈哈哈哈哈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你的老師推車 我那個社群PO上去 大家就下面說 欸求影片求影片 我不只求來的影片 我還找到一個車界的好朋友 對這個車非常的熟悉 曾經開過非常多年的impressa 而且還有心酸雪類 覺得他是冷面笑匠 看他的影片 我都覺得他很認真在介紹車子 我們歡迎型男 來問個好 我是冷面笑匠 冷面笑匠 我覺得他是會開玩笑的啊 可是我每次都看你很認真在介紹車子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慾望 就是希望看到你不認真的那一面 哦真的嗎 所以我今天 你跟我要搞我就沒有搞 哦我們今天不照搞獎 對不照搞獎 又要講硬披薩 哈哈又要講硬披薩 之前在地球已經被打了好幾次 真的很痛 我們今天講的是新款 之前我們有小禮物要送給你 這麼好 我們的精神指標 有沒有這個 莫忘中初 有沒有寫錯了啦 寫錯了 這跟龍的傳人一樣打一個叉叉有沒有 然後改正 這個要送我的 這個已經絕版 這很多網友要買買不到 我們只出一批 就不再出了 我比較希望你送我Supreme Supreme 先給你介紹一下 OK 不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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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是不是開過前一代 我之前開的 這個的算前一兩代啦 這個前代 大慶的嘛 大家有印象應該是圓燈紗啦 圓燈紗還比較少 對啊 所以你說的前一代沒錯 我那個是GC跟GF的世代 我開的是2000年國產化的 IMPRESA GT GF8 就是五門的Wagon 我們今天這台是2003年的 淚眼紗 它前面就是有一個很短命的圓燈 我記得圓燈好像一兩年就沒了嘛 如果實際查資料 應該我記得它不到兩年 但是台灣又更短 你知道我覺得那個車很像 你知道嗎 Neon Class 我每次那時候看到 我這好像Neon 那時候其實蠻多人嫌它 但現在我身邊蠻多 還在玩Subaru人 大家反而很喜歡圓燈紗 非常少 我記得才幾十台吧 而且它還有出自排 喔有有有有 還有自排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還開自排 一直留到現在 我在這個行業啊 問到圓燈 然後自排 沒有車廠要收 因為那是第一次搭 這個Inpizza 終於有自排了 我現在不想開手 沒有人要收你知道嗎 那個車行 哇 文豐上談 文字色變 說喔啊 原來是這炒麵啊 又煮白了 誰要煞的渦輪 不是軟筆炒 對啊 我都要開Inpizza了 我還開自排的 還是有人 有這個事情 好像講到現在的Inpizza 現在新款的 對啊 我都已經開Inpizza了 我還開CVT 現在的WRX 都是有CVT賣比較好嘛 當然它的STI 是只有手排啦 這個車子啊 你之前開過 因為引擎 我記得好像一直都跟那個是 一樣 豬鼻子 豬鼻子啦 不是開口笑 都還是EJ嘛 只是到後來到了 VA系才用到了 像是跟86他們一樣 這種FA20 FA20是現在新的 F4代的 對對對 有這個直噴的 BRZ 這個老引擎都是沒有直噴的 傳統噴噴 我記得好像200多匹吧 這個好像230左右 哦 那那時候你開這個車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什麼問題 問題喔 其實Inpizza的問題 我覺得 整體來說 它的通病不算多 妥善率算不錯 所以說話說它的妥善率 我覺得這個算還不錯的 那我覺得它的問題喔 空氣量級 我那個年代的有 我那時候GF的確 它的這個熱線式 熱模式 的確有空氣 我自己也有換 這個車好像水路也要特別照顧 因為 我有去問過一些 這個專門玩熱車的車友 他好像說 感覺他們覺得這個車的水道啊 對 做的比較小 比較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是水平對臥吧 強調低重心 所以你實際看它的引擎是比較扁 比較寬敞 但是比較窄 它可能在水道設計上 會稍微小一點 但是我後來問起來 他們那些玩這個車 他們不覺得這個車有什麼太大問題 他們都說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改裝的錢 比修車的錢還多 的確啊 因為這個10台應該有12台都在改吧 所以你那時候你自己開這個車 也是真的是改的錢比修車的錢多嗎 當然沒有 真的沒有 我覺得 我那時候其實我覺得這台車 我那個2000年是218匹 那我那個時候的概念是 因為我那時候我是99年當Option雜誌的小編 啊 那其實大家知道 我是 那時候是跟那個 偉大的嘉偉哥 嘉偉哥 對 我們特技頻道的 現在要立正 哦 嘉偉哥是我們的主編 哦 所以那時候在一起的時候 對 他開了 聽說他也開一台嗎 他那時候是買99年 還是大進進口的時候 哦 進口 他買一台99年 然後整天我就很羨慕他 我說每天開的 看他很帥是不是 那時候我還在開我的WagonR 然後後來我有一個同事 也買了一台進口的Impreza 我就覺得哇 每天他們都在聊硬皮沙 然後雜誌大概有三分之一內容 都是Impreza 你沒有辦法融入那個圈圈 那時候真的太夯了啦 又有Impreza杯 然後到中南部 每家店都在改這個車 哦 對 大家從來沒有想過 100萬的車可以墊911 哦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求人的保持 哦 我記得是97萬8出來訂價 對 那我那個時候後來國產 Wagon也是90多萬 那有高一點 那是都百萬有找 對 百萬有找 那我就買了一台 2000年的時候 國產化我就買了一台 所以那時候這個車 光賣你們這些車品 可能就賣不少台 嗯 蠻多的哦 業界蠻多的哦 對啊 你業界光賣業界又不少台啊 雪類史也有蠻多的 雪類史也蠻多 改裝我其實沒什麼改 嗯 跟別人以Pizza來比 我的車算原廠 我連Boost都是原廠 沒有發生那件事情 對 那個車到現在可能價錢會非常好 對 因為我只改了Hilo Key 對啊 排氣管 對啊 全斷我換掉了 然後跟輪胎 基本的還有影響 那我覺得動力200多匹 當時我覺得 能夠先把這個 手排的技術練 還好 等到你練到 我覺得很多用 百分之百發揮了 再來把它的Boost R 或是 4號改5號 但我當初都是 連渦輪動力都原廠 我覺得這樣最好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這一套 改的比你當初那來還少 改的更少 對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車況還蠻遠的 所以 它只有改避身騎 還有輪圈哦 沒事啊 但聽你們在平車都在講好話 那我們今天 麻煩你用這個 最嚴苛的角度 對 我們就讓型男來幫我們 檢查一下 評分一下 我們現場這台車 是什麼狀況 沒問題 走 現在我跟你講 用你要 買這台車的眼光 來檢查一下 那你要先把那個 魔後劑拿出來 不用 那麼老的車 有沒有撞過板機緣 我們客人啊 你如果 要去看一台2003年的車 你要拿魔後劑出來打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人要賣你車了 可以看氣缸內的那個缸 看其實外觀 有一些小凹痕 這邊嘛 這多缸啦 開車一定都會的 然後有噴到一些石子嘛 還是美容可以處理掉 塞其中車 沒有石頭打到也很奇怪 對 我們要買車 當然要 對 要檢查一下 能殺就殺 能檢查一下 對 你盡量挑沒關係啊 輪胎我看好像 還不錯 你看胎紋那麼深耶 但好像跟化石一樣 哈哈哈 好硬啊 我跟你講硬了 這個車是2010年 那個胎是2010年 這個是PS3耶 欸 是絕版了耶 開玩笑 這已經沒在出了 哈哈哈 現在20年耶 10年耶 10年的胎 這錯誤的示範 錯誤的示範 我們輪胎超過5年 就不要再用了 其實這個車是有一個很刻骨銘心的故事 哦 等一下我再慢慢跟你講 這個內裝開玩笑 內裝我覺得很圓耶 但是有一點味道 那是芳香機還是什麼味道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回來的時候 那個臭鋪鼻 哈哈哈哈 差一點就長青苔了 我們還用臭氧殺菌 要不然那個味道 所以前陣車主應該是沒什麼在開 你要不要上車 不然我們每天在開的車不會 沒味這麼嚴重 你看一下它的里程數 56471 5萬6千公里 這個都 我們不會調表的嗎 不調表 如果調表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如果有調表可以 第一個就是我把這台車撕下去 OK 第二個選擇就是說原價回收 OK 那我希望你是選原價回收 哈哈哈哈 5萬6 然後03年 已經17年了 這個車最後的5年 就是從2015年到現在 對 只增加了300公里 剩下的時間都在車庫裡面 不僅在車庫還照了5成的車照保護它 然後定期的發動 話說回來 我覺得車不見得開的少就是好事 對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車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就是 現在 現在好像沒有幾台車有這個了 對啊 現在連 它的Levoke那些都變得比較低調 是比較凹下去的 再來是WRX路 STI是更高的 是更高的 STI的那個鼻孔的角度 我記得它尾翼也更大隻 水路有沒有 沒有 那它的水箱是換過的 對 水箱鋁合金的 換過的 鋁合金有沒有比較好 鋁合金當然輕量 然後散熱效率會好 但是比較容易裂 聽說好像有靜電 沒做好的話 有靜電什麼 好像就會裂開 對 因為它會導電嘛 它的水管這些周邊都沒動 沒有換 如果都是維持原位 表示車主真的是跟我蠻像 沒什麼改 而且它沒有做一些Booster R 所以它的周邊 都是奇怪 也沒有去做 都是重點的改裝 對 有的拉開 我跟你講 INPRESA以前我們這張固車 已經應該先開就是 五花十色 藍的 紅的 紅的是STI 藍的是那個 還有管子 三把孔 對對對 有沒有 藍色的矽膠管 紅色的 整個這樣回落了 腹肌接地線 然後插到 藍色的蜘蛛網 對對對 這台不會 然後 以前固這車還有一個什麼 我覺得一個重點 10台有9台是壯過的 這真的 這是真的吧 這就是那剩下的一台 這是真的吧 我們看一下 有啦 因為開車的難免會比較衝一點 貼紙 螺絲 螺絲 然後你看這個葉子板上還有蘇巴羅 這個也有 螺絲都沒有被鑽過的痕跡 有沒有 然後水箱架 這麼多原廠 關於中古車鑑定我也是略知一二的 中古車鑑定王是你 這個有改Costco拉桿 連拉桿的廠牌你都看得出 它哪裡有寫Costco 這就是這個配色 Costco 顏色就是看到顏色就知道知道牌子了 我只會去買烤機 Costco在附近 對對對 我只會去買烤機而已 繫紙店 沒想到Costco也有賣拉桿了 Costco拉桿 對啊 這當初都是Increza的盛品 看起來真的是很容易 連什麼調壓 罰汽油這些全部都 17年 它連排氣管看起來都是原廠的 對啊 波輪頭段那邊看起來都是原廠的 然後避震器 它也是這種可調的 High Low Key 上面還有阻尼殼 高低軟硬 軟硬可調的 改避震器也是一門學問 現在流行都網購嘛 隨便找一個底盤店就裝 對啊 然後你國師沒說 把避震器搞壞都聽過 對啊 還有那個軟硬你也不知道 高度軟硬 軟硬左右邊搞反了 對啊 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買回來太硬 哇這個錢就 我以前常常一改 老婆一坐上車就被發現 然後又改回去了 很多人都這樣 別人在喝個飲料 在那邊一直 有沒有 一直甩 我那時候也是改了避震器 也是 老婆也是略有為辭 然後再趕快把它調軟 所以我也是改 是上座可以準一格調的 所以你旁邊也有 人肉測速儀 跟人肉 居齒感應器 也是有 那個年代因為它原廠就是這種 不等長頭段 然後主評對貨 所以那個出來的聲音 你換了front pie 中尾段 我改115 我都還記得size APEX N1 這麼大 把我家院子的牆都燻了 整片都黑的 大概就跟我這個顏色差不多 整片牆都變黑了 那時候說 開impressa就是要聽那個打鼓的聲音 但是那不環保 因為觸媒都拔掉 對對對 然後前段開起來會空空 但中尾都 中尾速上去 對啊 這種直通的就是這樣 都很爽 所以我上次還講過 你不要以為那個 為什麼人家開手排車 impressa起步都要 好像一定要吹很大力 其實不是他故意要吹很大力 是因為 因為會怕 怕控制不好就熄火 對對對 會很丟臉啊 對因為那個直通管 旁邊摩托車都會笑 你怎麼起步還會熄火 對他會不會笑 所以他不是故意 要把排氣管吹得很大聲 稍微拉高個發改轉 那是不大聲 對不高一點的話 沒辦法起步 因為他直通管你推不動 而且有的車又改了 強化離合器 更難釋放 對對對 你如果強力壓板 你要一次放掉 那個轉速又要稍微再高一點 他基本上也是原廠的尾翼嘛 對原廠的尾翼 也是一些小刮痕 排氣管都沒改 對啊連排氣管都沒改 真的是太人之原味 我發起來讓你聽一下好不好 好聽一下 這聲音真的是 我沒有聽過這麼安靜的 你不會傻 這應該也都沒有閥門那些 沒有 對啊這個完全沒有聲音啊 他發起來 他第一次回來 我發起來我還以為是 無念真開的那一台 你知道 突起台灣 對啊 1800的自排 對他完全 他發起來真的很安靜啊 就觸眉消音包都在 就是這樣 完全沒有蹦蹦蹦的聲音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比較矮的尾翼嘛 比較沒那麼高的尾翼 沒有辦法曬衣服的 對你如果是那個 STI的就是 下衣架 對整個是 一個模式型的 我覺得那個就帥多了 這個就低調 因為他的屁股顯得比較窄一點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配一個高的來 會不會比較好 對那個時候肌低的型 頭的燈的變化 我們剛剛一開始 其實尾巴差不多就是都這個樣 對 胖胖圓圓的 換個尾翼會比較 因為他這個 比較舊的車 這個後車廂 這個做的比較厚式 對比較沒有那麼肥胖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最漂亮還是這個 有一個這個 微爆龜 WiBody 一直到現在都這樣 現在就是更誇張了 其實WRX SDI 是幾乎一樣 那個年代還會打 SDI會更大 所以常常會要去換板件 那現在很多就是 直接就買WRX 因為你看起來是一樣 對啊 疊盤不行了啦 我自己自首啦 這疊盤不行 疊盤啦 對啦 這個疊盤有波浪狀 都氧化而且有勾了 對有波浪狀 有勾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試車可能不能開太快 化石 疊盤也不行 我可以想像得到 等一下輪噪聲應該是蠻大的 好不好 我們出去試一下吧 來試一下吧 迫不及待 你很久沒試手牌了 有啦我最近是一台手牌 也是Impreza G18 我的側輪胎也是 對啊沒有啊 先讓你感受一下 我們等一下直接上上號 你知道嗎 這條路靠右邊就可以上上號 其實我們通常這樣出來一個彎 就可以回去了 我已經試完了 真的假的 看來笑我們車評 哇 真的 來啊講結論 來講結論 開始了 這台車喔 輪胎喔 絕對超過十年了 這個剛剛已經破梗了 開玩笑我剛剛其實這樣出來 因為路其實不是很好嘛 輕輕輕輕輕輕輕的 對 但我覺得這避震器還OK耶 避核器狀況也都還OK啊 你有沒有覺得 久久沒開手牌車 這樣忽然開一下會覺得 會微笑 都年輕了 會不會微笑 會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都要這樣開車 沒有人家發自內心的 我們那沒有業配的好不好 那時候的杯架是這樣 對它是穿在這邊 這一個喔 好高腰 對這只有一個 這通常是放檳榔杯的啦 哈哈哈哈 內行 開這種車一定要去騎那五十 雖然不見得每天上下班 代步都要開手排 因為有時候真的塞車什麼 還是會疲勞 可是真的久久沒開手排車 偶爾讓你開一下 我會這樣 就是一開手排就微笑 就算只是一台零力貨車 一開就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如果真的開了一天下來 還是會累 有沒有 雙門 土耳其欄 倉鋒 手排 後輪驅動 後驅的 對對對 A180 哈哈哈哈 A180 所有的元素都正確了 對 唯一就是它是一台貨車 哈哈哈哈 看我覺得impreza沒有改排氣管 這個感覺好像少了一個位 然後也少了一個聲音 我那時候impreza有三個聲音 不能load掉了 現在把第一個 一定要 我改SQV 啾 然後第二個就是排氣管 喔排氣管 第三個就是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踩離合器 由那個金主辟的性 啾啾啾啾啾 在转的那個 鞭版達的聲音 這三個聲音不能收 這三個聲音 有沒有聽到 但是那時候我也蒐集了兩個 然後準備蒐集第三個的時候 我知道 現在畫面要變黑白了 對 沒錯 車就被看走了 那個人心是黑了 我有一次 我那時候開K8 那時候很流行後車箱有沒有 要開中低音 砰砰砰砰砰有沒有 我媽都說你為什麼音響要改那麼大聲 我說因為那個隔音很差 對啦 常常都說我們也會說有雜音的話 有異音就把聲音拍大聲 那他那時候車上一定要放呼吸不說謊 有沒有 黎明的那個電子無局啊 不然陳慧玲的有沒有 對 震秀文的 那時候一律就是要用這個 我有一次去高雄出財 那時候還沒有在這一個行業 早上出門 看到奇怪 為什麼門沒有關好 門沒有關好 被撬開了 然後去後車廂看線全部剪斷 影響抽中 有那時候中低音拔走 那種感覺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射一下ACC 沒有ACC這種東西 只有人肉ACC 他沒有I-Side 可是他有定速耶 我剛剛有看到左邊有定速啊 他是不是有定速 那這邊啊 這有啊 這有定速啊 我手排車可以用定速 隔壁車有定速啊 手排定速如果你那個可以換檔嗎 我排車定速基本上還是可以換啊 可以換啊 會發出奇怪的聲音而已 我倒沒試過耶 現在是定速啊 還是好的嗎 有耶 有耶 有定速耶 真的是好的 然後有車到至終耶 沒有 至終是你的手在至終 不要做節目效果 有啊 我剛剛講 車上東西被幹 會有一種 女朋友被 被人家強姦的感覺 哦 那車被偷走是這種感覺 女朋友跟人家跑的感覺 對啊 被人家綁走了啊 真的會有那種感覺 是啊 那種 惆悵感 不知道就是 雖然那個不是錢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對 可是有時候 也是錢的問題 對啊 一台車賣一百萬 對啊 那時候是我 大概出社會存好久 我剛當兵 因為我在金門當兵 我存了很多錢 然後把我前一台車 外公化也賣掉 賣了一筆錢 換了一台IMPRESA 就開了兩三年 有沒有貸款 那時候沒有 我看到 所有的存錢 都壓在那台車 哇 你很有實力 花了九十萬左右 我就跟你說 這我當兵存了 跟我從小到大存的錢 哇 以及出社會也慢慢存了 然後就換了那一台 那真的很痛 結果開了兩三年 結婚 才小孩才剛滿月 小孩才剛滿月 才從音樂接回來 老婆還在娘家坐月子 我都還記得那一天 這是人生最痛苦一段 被偷的前一天下午 還去幫他打蠟 還送去寄車美容 還幫人家洗乾淨 對 那鎖也裝了 該鎖的都鎖了 方向盤鎖也就是說 凌晨 對 凌晨就被趕走 所以方向盤鎖 真的不是像人家說的 我是鎖拐杖鎖沒有用嘛 對 真的沒有用 鎖均指不鎖小人 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真的 當他很認真想要幹你車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我跟你講像很多人撞的安鎖 我們在這一行九 我們只要一上車 比如說一發洞 不能發嘛對不對 有暗鎖 我們就開始就會找了 比如說遠光燈 小燈 大燈 電動窗 大部分就是這些按鈕 要不然就是這個 摸一下這個 方向盤下面 對 摸一下這個 那個下護板 摸一下 收一下 啊旁邊 中控旁邊兩邊 收一下 我跟你講 很快就可以找到暗鎖 我們不是在叫大家幹車 我們在這行九個真的是一上車會有一個職業的習慣跟動作 知道說其實大部分按鎖都裝在哪些地方 真的就是這樣 可以發表感言 聊天當中 我相信你有在感受他的引擎狀況 整體車況還可以啊 這其實就是價格 這個出家人我們不談錢 我們談圓 談圓 大概一台大概50萬元就可以了 50萬 03年耶 我不瞞你說 類言耶 我們順便 WRX 真的真的 還沒撞過 沒撞過 輪胎還是化石 而且跑5萬6 50萬 我跟你講喔 我自己有去社團啊 什麼研究部 我們今天我要說服你嘛 我現在要說服你 我要說服你說這台車值50萬 對不對 我聽不下去 我聽到50就聽不下去了 你想想看一台有照顧狀況好的GC8 GC8 都要20幾 了不起 120 都要20幾 真的是照顧得很好的 你真的照顧好車 我們去那個數字網站 或是一些那個Google去查中古行情 我去跟你講 GC8有的 我看萬把塊就有 8萬10萬就有 我跟你講這都假價格 我去查過 GC8一台都 上面都PO5萬 8萬 10萬 我們順便分享 其實這個跟課程有關係 或許找GC8他們認為都是什麼 比較Local 所以他們會用低價去 來了 來啊吃粉啊吃粉啊 吃冰涼啊吃冰涼 怕麻糞 你怎麼可能買有 8萬你去哪裡買 不然你去找5台 我幫你買 10萬幫你買 然後就開始用這種方式 打麻糬啊什麼等等 不然就是車況真的超到很虛很重 我跟你講車況很虛也不會賣你這個價錢 真的 除非那個車真的前後壯 車頭接車尾接 接1分之1 接1分之1 對 要不然沒有人要賣你這個價錢 這台車我也不瞞你說 我跟他買45萬 你收45萬 我收45萬 你很有錢耶 這不是有錢的 問下去你要賣多少 你還要利潤耶 你知道這個車 他本來買回來收藏 這個本來是不缺錢的人 他不只這一台車 也不只兩台車 他兩台車以上 這台車他放在車庫 我剛剛講照了五成的車照 定期發動 時間到還去換機油 定期他都會去發動 跑一跑跑一跑 就這樣而已 他五年來只增加300公里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的經濟狀況 我不是非常理想 某一天 我在跟他閒聊的時候 這個Line上面 我就傳了一個訊息給他 我說 你硬碧莎要換我完了嗎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最近在想這個問題 我說沒有啊 我就忽然想到 因為我最近 剛經手了一些 STI WRX 我聽聽他那個新款那種 我就一直在很懷念這種老殺 你知道嗎 坦白講 GC8我又覺得有一點太老了 將近20年 所以整個車台的剛性 當然GD好很多 對 而且以款式來講 這個感覺看起來好像還沒有那麼的 主觀 我覺得還沒有那麼 這麼差 也比較沒有那麼八甲酒 對 而且我知道他這台車是真的 車況很好 我才會問他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我知道他都沒在開 後來就這樣聊一聊 他就直接請拖掉車 就拖來給我 我都還沒有付他錢 到現在我還沒付他錢 可是價錢已經講好了 價錢已經講好了 40多 所以你要賣50多 沒有啦 賣50萬就好了 賣50萬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認真 真的很想賣 我想說回來 玩一下整理一下 然後弄個情話也好 如果當然 新安等一下試完很想賣 我順便賣也是OK OK 對 我是沒有問題 不行啦 拍片預算沒有那麼高 我現在 現在有一個很煩的東西 就是我每一次 我要去收一台車回來 我思考的不是說這台車回來 可以讓我賺多少錢 對 我思考的是說 這台車買回來 我有多少流量 喔 流量 OK啦 流量都很高啊 現在有時候出去收車會有這種 錯誤的判斷的方式 對不對 你流量其實也換不了什麼 真的錢 速發路流量不錯啦 好像也可以 不錯啦 我們新車頻道 車推馬那麼好 新車都還不錯 我們這台車影片出來啊 流量越高就賣你越高 超過25萬 就要賣我25萬了 流量多少賣多少 不行啦 流量多少賣多少會跑路啊 不過我講實在話啦 這個車我也不是敗痴啊 我有做過功課啦 那在社團上面的確 這個車絕對有40萬以上的加 這是一定有的 但是我坦白講 我收這個車 我當然不是以一個 車行的眼光去收 對啊 對啊 我如果以車行的眼光去收 我當然希望收30萬 收更低 35萬38萬 不過有時候 我覺得我也不適合做中古車商 就是這樣 有時候遇到這種東西 你講到我跟他朋友的關係 又講到這個車子的情懷 然後再看這個車 覺得很有收藏價值 我會很容易誤判 有啦 今天聽你這樣講 我一開始說50錢貴 如果聽你這樣分析這個車 前任的一些背景 就比較能接受啦 因為真的算是 沒什麼在開 顧得還不錯 所以我常被我老婆罵 他以前不會分辨 他對車沒有研究 他覺得說 他會以為我買回來每台車 都是可以盈利的 可以維持家計的 可是現在他漸漸會分 他一看到就知道說 這車不 對 對 他現在一看到就說 一定不是你要回來賺錢 你一定回來 又弄半天 然後最後賣掉又沒賺錢 真的他現在已經會分 像上次 你剛剛看他那豪爆地 他一看他就說 你為什麼買這台車 嗯 我說沒有沒有 這是柯P買 又我同事買 多人要去射水玩一下 好 讓你享受一下 好不好 二檔 五千轉 OK啦 開得很爽喔 所以你把機油那些都換過 對 那機油那些什麼 以前開IMPRESSOR的時候也都 保養超省 三千多就換機油了 他這個應該都換 他這個應該都換 開CNR都八千再換 他這個應該換0.50的啦 然後 對 10.50 16 可是你有跑三路可能要 5.50 他有換到60 對 他如果有跑三路可能就要用到 10.60 但其實那時候我們都有一點迷思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這麼黏的 因為你看他的這個原廠的野材 那個機油蓋上面有寫 我記得這一代WRX 然後都寫5.30還多少 5.20 還滿稀 都很稀啊 有沒有這邊路況比較差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的車身剛性都還不錯 你看改了避震器 輪胎又那麼硬 他車內沒什麼異音 他這個避震器設定的我覺得還不錯 真正的 算有舒適了 用擋煞 擋煞 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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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輪胎換一下功力會增加三層 下次可以來試這條不錯吧 不錯啊 而且一邊路比較好一邊路比較爛 這個小獅邱平山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達官三下持久 三下持久 達官三下持久 你知道我每天回家都開山路耶 為什麼 我住在最頂端啊 達官三最頂端 達官 所以你也是新店人 對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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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木柵 木柵 你是木柵 我是新店長大 我是萬方國中 萬方國小萬方國中 萬方國中在萬方醫院那邊 你看啊我們剛剛講到這台車50萬 對 其實我之前賣一台2011年的SDI 111的SDI 對對對那還要賣到80幾 嗯 那新車才100 我記得才130不是嗎 SDI不止啊 不止嗎 150 150 150 對不對 超過 超過嗎 我覺得很貴你知道嗎 那台車我賣了 膽戰心情 所以我後來發現這種車啊 有時候真的都會超過我們 對於價格的認知 嗯 我那天買一台M3也是這樣 為什麼一台146M3 現在還要買到七八十萬 對 146M3 而且還有人說很便宜 嗯 因為還有人賣九十幾萬 對 為什麼會這樣 也是要看車況嘛 所以車況是很故障 老車來講車況是很 中國車我們一直在講 車況是最重要 決定車價 我們不要講五十萬啦 如果四十五萬 你覺得這是怎樣 這樣開過以後覺得 回來換個油 換個輪胎 就搞定了 但是就是這些成本 你要幫我吸收 輪胎這是幾吋的 十七吋的 換一換也要一兩萬塊 好一點的胎 欸 MOMO欸 有沒有看到箭頭 MOMO 應該是原廠望向盤 對它是原廠的 盤勁蠻大的 我很喜歡這個時代 還有 氣囊的 對啊 我很喜歡這個時代的 這個 GC或 GD 的椅子 有型又 舒適 像我們這種老屁股 不適合做太硬 對 軟 以前都要改那個 什麼SPG 什麼 我沒辦法 SPG 這輩子跟我無緣 我沒辦法 因為我體重超過80的人 沒有辦法改SPG 那個塞進去 塞不進去 那個很好 感受不到側傾的存在 人根本不會側傾 我們車坦老前輩 車狂老趙就講過一句名言 改SPG 比改 避震器還有效 因為你感受不到側傾 感受不到側傾 因為整個人都包在裡面 直直的 坐著正正的 動物不能動 我不行 我不行 那個椅子我沒辦法坐 太動物了 年紀越大越沒辦法坐 今天讓你回來 懷念一下這個車 那我等一下就開回去了 原裝的狀況 不然就等一下Sienna 直接留下 然後換再來回去 爽兩天 不行 我跟你講不要說爽兩天 你今天光下班 載一下老婆小孩 你隔天就開回來好哭 不會 我小孩也很喜歡硬披薩 真的喔 對啊 跟他差不多年紀的硬披薩 他還記得 他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都還記得那個感覺 那個聲音 聽到那個打鼓 肚子裡都一直聽到外面 打鼓的聲音 外面在打鼓的聲音 空空空空空 這樣 我滿月以後就沒聽到 所以我們就說了 我們那個開的是情懷 我們花四十幾萬買個情懷回來 可是喔 因為情懷太多 老婆會罵 你每台車你都媽情懷 每台都夢想 每台都媽男人都 瞞著夢想 哪來都夢想 就跟翔翔一樣 翔翔 多情 每個都想要 翔翔你不認識 翔翔我不認識 I wanna know 你不認識 翔翔 你心不信 小豬豬 翔翔都來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就講啊 我們不會多人運動 我們也不會換老婆 對不對 我們這個從一而終的 唯一我們能換的就是 能多擁有幾個後宮 就車 其實我覺得這是男人的興趣 男人的情懷 愛車的男人不會變化 但翔翔也蠻愛車的 老婆常常會問老公一句話 老公 你以後如果你有錢了以後 你會不會去找小三 老公說 你放心絕對不會 老婆說 為什麼 因為有你在的一天 我不可能會有錢 好不好 不可能 因為有你在的一天 我不會有錢 不會有錢 都給老婆了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想太多了 好不好 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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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謝謝我們的 行男 來參加我們這個 謝謝小師 對啊 來讓你微笑一下 邊開車邊微笑一下 有空常常找我回來懷舊 好 我這邊廠上一兩百台車 你隨時看到哪一台車 想要懷舊的 你就隨時 車頭請就好了 對啊 隨時回來懷舊 然後 然後 要記得去訂閱我們的 車水 馬龍網 好嗎 像我們頻道一樣 多留言多分享 還有去我的粉專 行男 行雨龍 行男行雨龍 多多支持一下 我跟你講我下次還要找他來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今天沒有 幫你了解 我下次一定要想要幫你了解 沒有了解 你真的太認真 你是不是認真模仁 正義模仁 我就是 你會不會常常沒事回家 把行車機率拿下來 然後去看有沒有可以檢討 我沒有那麼無聊 你是不是 我沒有那麼無聊 你是不是弄人 我最恨重的 那就好 我也被檢討抓到一起吃好不好 被檢討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最後一小時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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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它這個油箱蓋有的久了有沒有 會沒有辦法釋放空氣 其實它是裡面有排油氣的嘛 那你如果 為什麼還會有一個 你如果沒有辦法把油氣排出來的話 倒擠 倒擠會從你的椅子下面會有 所以你在開車你一直會聞到一個汽油的味道 長姿勢啊 所以這個油蓋很便宜 一個好像三五百塊 可是很多時候你在開車室內 你聞到那個汽油味的時候 都是這個油蓋堵塞 就不幫你釋放那個油氣 然後從 males開始 你自己走吧 因為這就是米粉 如果你把油氣排出來 你應該跟武嶺最有特別的 它就是行為 變成雌的小 $1